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首先它让我们找出三角形ABC的面积 我们知道面积是1分之1层底层高 然后在这一边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我的那个底也就是base跟我的高开之间是有垂直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三角形里面呢 非常明显有垂直关系是在B这一边 所以它的1分之1层底跟高的时候呢 其实是我的底是5跟12 如果你在这一边你看得不够清楚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是我刚刚的那个三角形 然后我做什么事情呢 我就转它变成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然后这个三角形我可能copy paste一下 然后我在这一边paste出来 所以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三角形来的 然后在这一个三角形里面呢 我们知道它在这一边它这个是垂直 然后这边是B这边是C这边是A 然后这边是5这边是12这边是13 所以这样就很明显我的底是5我的高是12 所以它会变成2分之1乘以5再乘以12 然后我就可以越减212 然后我拿到的是30cm square OK我拿到30cm square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做下一题了 然后在这一边呢 它就有说接着 题目在这边它有说接着 接着这个关键字眼呢 它就限定了我们接下来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这一个很关键 如果它是那一个在马来文的话呢 它叫做Satrusnya 如果它在英文的话呢 它是叫做Hands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们上了中学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这一个字眼 就是说当它告诉我Satrusnya跟Hands的时候呢 我们就代表我要承接于上面的那一题 上面的题目告诉我 这个东西我要承接下去 就是说我必须使用题目告诉我 就是说A的部分拿到的这个部分 来继续去做B的部分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B垂直于AC B垂直于AC的话呢 其实我就可以想象这一边有一条线 从B垂直下来到AC这一条线的这一边 OK所以我这边有这样的一条线 B垂直于AC的这样的一条线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这一边就有垂直 然后我这一边我给它名字叫做H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底 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三角形的面积 跟这一个三角形的面积是一样的 我只是从不同的地方来找它的面积嘛 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底是13 然后我的高是H 所以我们知道它的那个二分之一 底层底层高会是等于30 刚刚我这边拿到30了 所以我的二分之一 乘以我的底13 再乘以我的H 会是等于30 所以我的H会是等于30 乘以2除以13 然后我就有30乘以2除以13 然后我拿到的答案是 呃我写成分数吧 就是60和13 然后CM 这个是我的答案了 OK 因为如果我写成小数的话呢 它是4.615384615 OK 呃我们的分数的情况之下 我其实应该把它换成 那个代分数 因为我们有限定 就是说呃在数学里面 如果呃它是假分数 你要把它换成代分数 我们最后的答案 能够越减一定要越减 然后不要留成假分数 要把它换成代分数 OK 所以我的答案是4又13分之8CM 这个才是我正式的那一个答案 在这边 这个才是我正式的答案 嗯 然后这一题呢 其实我要找到这个H的话 我们上了中学之后 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我可以用呃 Similarity 我可以用呃 Trigonometry 然后呃 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做 这一个H的 那个方式 但是因为他说 接着 OK Sertlousnyr的情况之下 Hands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只能够用这样的一种面积 而其实我使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呢 是包括那个 FORM 六年级的学生 也能够用的方法 就是这样 谢谢观看